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这天,我加班回到家才进门没多久, 婆婆就神秘兮兮地拉着我到她房间, 一脸欲言又止,神情很是纠结。 妈,你是有什么话和我说吗? 这个时候,我已经很累了, 刚赶完项目,只想好好睡个昏天黑地, 看婆婆的神情又好似有很重要的事要说, 我又不好意思开口,经过一番天人交战, 婆婆总算开口,语气还带着愧疚。 西云啊,你最近和宋俊感情怎么样? 你们俩一个医生,一个公司高管, 忙起来在一个家都碰不到几次面, 好端端的,婆婆怎么关心起我和宋俊的感情了? 出于对长辈的尊敬,我耐心陪着婆婆聊天, 我和宋俊感情挺好的呀,她支持我,我也理解她, 怎么好端端地问起这个了? 婆婆沉默了片刻,突然和我说起她和公公的婚姻经历, 婆婆和公公年少时也算得上夫妻抗力,感情颇好, 随着时间流逝,公公又常年在外奔波, 两人聚少离多,到后来公公出轨了, 小三闹上了门,婆婆才知道, 两人也因此大打出手, 然后还是离婚了, 离婚后没几年,公公死了, 小三跑了, 婆婆一个人独自把宋俊拉着大, 很是不容易, 这也是为什么, 我和宋俊结婚后, 我主动提出要和婆婆一起住, 其实我也听宋俊提过, 我甚至还开玩笑打趣她, 都说子如父, 将来你不会也给我找个什么小三? 小四的吧, 当时宋俊被吓得脸色煞白, 直接一个华柜, 在我面前信誓旦旦和我保证, 如果我宋俊以后出轨, 那就让我天打雷劈, 死了不能火化, 尸体长满区, 坟墓还得被人绝, 所以我不理解婆婆突然和我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在提醒我最近太忙了, 忽略了宋俊, 怕我们会婚变, 婆婆说到后面语气凝重, 拉起了我的手, 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我也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 宋俊虽然是我儿子, 可她以后要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你别委屈自己, 妈一定支持你的, 婆婆的一番话让我感动不已, 是问有几个婆婆能做到这样, 不都是向着自己儿子说话的, 我也和婆婆表示, 我和宋俊一定会好好的, 顺便反省了一下自己, 最近确实和宋俊交流得很少, 宋俊刚升为主治医师, 偏偏赶上甲流, 忙得不可开交, 每天急诊都是人满为患, 所以她最近也鲜少回家, 都是住在医院, 我也因为手上的项目加班熬夜, 我们俩见面的次数少得可怜, 平常也就打打电话, 作为妻子, 我确实有些不合格了, 和婆婆聊完我就回到了自己房间, 想给宋俊打个电话, 看了看这个点, 凌晨一点, 她也早就睡了吧, 刚好, 最近几天我也休息, 以前宋俊不忙的时候, 都是主动来接我下班, 现在轮到我给她个惊喜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我和婆婆说了中午去给宋俊送饭, 婆婆很是开心, 我亲手下厨煲汤, 婆婆负责炒菜, 准备好一切已经十一点, 家里到医院半个小时, 时间刚好差不多, 出门的时候, 婆婆打了个电话, 还特地回房间避开了我, 我急着出门没放到心上, 到了医院, 我按着记忆找到宋俊的办公室, 刚准备进门, 迎面出来个女人, 身材丰满, 杏仁圆眼, 面带桃花笑得很是羞涩, 我和她擦肩而过时, 她停下了脚步看了我一眼, 挑了挑眉, 有点挑衅的意味, 她没说话, 静止往前走, 我看着女人的身影, 在脑海中翻了一遍, 不认识, 没印象, 抬头看了看急诊室的牌子, 脑子有病吧, 我拎着保温盒走了进去, 宋俊一身白大褂, 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脸上没有表情时, 显得冷漠疏离, 还有几分禁欲, 她低头不知道在写什么, 我咳了咳, 宋俊听到动静抬头, 我清晰地看见她眼底闪过几分不耐烦, 看见是我使眼睛一亮, 瞬间多了几分人情味, 宋俊连忙起身, 由于太急把椅子带倒, 发出砰的一声, 她也没管, 大不留心走到我面前, 将我拦在怀里, 难以掩饰地喜悦, 老婆,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想我了对不对, 老婆太爱我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会更爱老婆的,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我和老婆大人多久没见了, 老婆身上好香啊, 换作平常我一定会配合画牢的宋俊演戏, 此刻我却沉默了, 因为我看见在她的办公桌上, 摆了一个粉色的保温盒, 平常宋俊都是去医院食堂吃饭的, 偶尔婆婆会来送饭, 可家里绝对没有这个样子的保温盒, 我猛然想起刚刚进门遇到的女人, 所以她挑衅一笑, 我思绪散发着, 宋俊一个人巴巴地说了半天, 发现怀里的我没有反应, 摇了摇我, 老婆, 你怎么不说话, 不舒服吗? 我抬头看着宋俊, 抿了抿唇, 又指了纸桌上的保温盒, 道, 那个饭盒是谁送的? 我记得, 我们家没有这样的吧? 宋俊看我没事, 这才松了口气, 又顺着我指的方向看过去, 恍然大悟, 哦, 你说这个呀, 就刚刚出去一个女的, 好像是什么远房表妹吧, 前几天她妈住院, 然后妈就让我帮帮忙, 她说不知道怎么感谢我, 就送了这个过来, 宋俊好像意识到什么, 挑了挑眉, 眼底的喜悦快要溢出来了, 老婆, 你是不是吃醋了? 嘿嘿, 我就知道你肯定吃醋了, 老婆你放心, 我本来说不要的, 她二话不说, 放下饭盒就跑, 我刚打算给我同事吃的, 我守福德, 从来不吃别的女人做的饭, 我也松了口气, 暗怪觉得自己想太多了, 宋俊连工资卡都交给了我, 每个月就在食堂吃饭, 她要出轨, 也得看有没有钱吧, 和宋俊腻歪到下午两点, 眼看她上班时间到了, 我才离开, 回到家时, 婆婆像是特意在客厅等着我, 一进门就拉着我问东问西, 让婆婆年纪这么大了, 还得操心我们夫妻感情, 就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我安抚了婆婆很多遍, 我们感情很好, 婆婆这才将信将疑回了房间, 今晚晚上, 宋俊也表示自己会下班回家, 只是有点晚让我不要等, 可下午睡了一觉, 晚上数时也睡不着, 干脆起来追剧, 怕声音太大, 吵到隔壁婆婆睡觉, 我还特意戴了耳机, 这一等, 就是凌晨一点, 感觉听到了敲门声, 但我把耳机摘了, 好像又没听见, 碰巧耳机提示煤电, 我准备下床拿去充电, 就听见宋俊开门回来的声音, 我刚要出去, 婆婆的声音响起, 儿子, 你总算回来了, 你小声点, 来妈的房间, 妈有话和你说, 然后就是关门的声音, 我想着, 婆婆也好几天没见到宋俊, 想来是想提醒, 她得多顾家吧, 我也没多心, 直到凌晨三点, 宋俊也还没回房, 隐隐约约, 好像听见宋俊喊着, 怎么可能, 然后就没了下闻, 直到我快睡着了, 宋俊才开门进来, 我实在太困了, 已经睁不开眼, 这也至于我没看见宋俊黑青的脸色, 他简单地洗漱一番就上了床, 我熟练地钻进他的怀里, 冷冽地清香, 让人睡得更香, 只是宋俊把我抱得好紧, 隐隐约约还听见他呢喃着, 别离开, 我睡得太死, 也没听清, 睡醒后, 身边的床位一片冰凉, 又去工作了, 我忍不住责怪自己, 怎么就非要睡, 这下话都没说上一句, 也是此时, 门把锁拧动, 我看过去, 宋俊端着早餐走了进来, 捧到床头, 甚至还贴心地准备了漱口水和热毛巾, 老婆, 吃早饭了, 最近我太忙了, 得好好补偿一下我的老婆, 面对宋俊的殷勤, 我更惊讶于他居然没去上班, 毕竟伺候我吃饭这种事, 在谈恋爱时期, 他就已经得心应手了, 我一边洗漱, 一边问, 你今天怎么没去上班,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宋俊脸上闪过一刻受伤, 又很快仰起笑脸, 我这几天休息, 好好陪陪老婆, 宋俊说陪我就真的陪我, 他直接安排好了一天的行程, 先带我去做个spot, 同时还能做个美甲, 做完再去逛街买买买, 还预约了我想吃很久 一直没空去的餐厅, 最后还看一场电影, 说实话, 一套下来, 宋俊不觉得累, 我已经觉得累了, 真的还要去看电影吗? 我看着他拎着大包小包, 全是给我买的衣服, 宋俊脸上闪过一丝受伤, 怎么了? 老婆你现在连电影 都不想和我看了吗? 我赶紧往他脸上啄了一口, 看看看, 你想看什么? 我们都看, 就当我以为宋俊只是今天这么殷勤的时候, 他接下来的几天都寸步不离地守着我, 就连我回个工作消息, 他都紧张兮兮地问我是不是不爱他了, 妈是不是和你说了什么? 我以为是婆婆警告宋俊了, 他立马摇头, 没有, 妈什么都没和我说, 直到宋俊的假休完, 不得不去上班时, 他非要我发誓保证, 只能爱他一个人, 我连忙点头, 最近我们感情确实很好, 婆婆应该也能放心了吧, 没想到, 宋俊前脚出门, 婆婆后脚就又拉着我语重心长地聊天了, 西云啊, 你别嫌妈妈唠叨, 男人一次不忠, 忠声不用, 你千万别委屈了自己知道吗, 都说子如父, 是我们宋家对不起你呀, 心下警铃大响, 婆婆这话已经不是暗示了, 分明是明氏, 明是他儿子, 我老公, 出轨了, 我不敢置信, 这几天和宋俊的相处浮现脑海, 换做平常, 医院这么忙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主动休假, 都是冲在最前头的, 而且这几日宋俊确实很反常, 宋俊好像总是担心我会离开他, 可他没做什么错事, 何必这么小心翼翼的, 要是有人和我说宋俊出轨, 我是极其不幸的, 可现在我面前的这个是宋俊的亲妈, 难道他还会扯谎不成, 我也想不到婆婆扯谎的原因, 换成其他人, 不应该是替自己儿子瞒着, 甚至还会得意自己儿子魅力十足, 招人喜欢, 我心下一沉, 浑浑噩噩的, 可我也不想单方面就判了宋俊死刑, 这些年我们多不容易走到现在, 我也记不清是怎么和婆婆说, 又是怎么回到自己房间的, 拿起手机想直接问时, 我才注意到宋俊接连发了十几条消息问我在干嘛, 平常他在撵我, 上班的时候也是不怎么碰手机的, 所以这个举动确实很反常, 我决定主动出击, 反正我假期还有一个星期, 我决定天天去医院给宋俊送饭, 要是真的有什么端倪, 我也应该能看出来, 接连七天, 我都给宋俊送午饭, 一切如常, 没有像我想的那样遇见什么抓奸现场, 第六天, 婆婆看不下去了, 你天天给宋俊送饭, 也不见她回家一趟, 白眼狼, 我不想婆婆担心, 安慰她, 妈, 你别乱想了, 宋俊什么事也没有, 她就是医院太忙了, 等这段时间流感过了就好, 可就当第七天, 我在医院门口遇到了个人, 宋俊口中的远房表妹, 嫂子, 我叫程倩, 我们聊聊吧, 我和她虽然遇见过, 但我并没有表面身份, 她怎么认识我的, 我和程倩进了医院对面的咖啡厅, 一坐下, 表妹就开门见山, 嫂子肯定很好奇, 我是为什么知道你的吧, 我没说话, 扬了扬头示意她继续, 是宋哥哥给我看过你照片, 我想, 宋哥哥肯定和你说, 我是远房表妹了吧, 她撩了撩头发, 柏耿处连着沟壑处一道道显眼的红, 结婚这么多年, 我当然知道那是什么, 这个女人不会下一句是, 其实我不是什么表妹, 是宋俊的情人吗, 不得不说, 我猜得真准, 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远房表妹, 我和宋哥哥早就在一起了, 说实话她明确地和我说过, 不会和你离婚, 可我嫉妒, 凭什么我就只能做个不见光的小三, 你就能享受宋太太的名号, 我不否认你们曾经是有过爱情, 可现在宋哥哥已经不爱你了, 她明确地和我说过, 对你只是亲情而已, 她现在面对我才会脸红心跳, 我觉得你就这样被蒙在鼓里, 也可怜, 所以你们离婚吧, 你好我也好, 成倩时刻在打量着我的神情, 可让她失望了, 就算宋俊真的出轨, 小三找上门挑衅, 我也不会露出一丝怯弱, 说完了吗, 说完我走了, 成倩惊讶我的反应, 好像就在说今天吃饭了吗, 这种平常的小事, 你不生气还是, 你不信我说的话, 她反而先急了, 拿出包里的手机, 给我看了张照片, 是宋俊躺在床上, 半裸着身子, 她依偎在宋俊的怀里, 你不会这么见, 老公出轨了, 还死缠着不放吧, 成倩眼里的轻面和恼怒, 被我收入眼底, 我拿起桌上的水, 就朝她脸上一泼, 既然你这么找抽, 那我就成全你好了, 真是胸大无脑, 我顿了顿脚步, 就你这样的, 脑子没半点墨水, 我老公真看不上, 说完, 我毫不犹豫转身离开, 身后成倩隐隐约约的咆哮声, 还不断传入我的耳里, 你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我迟早会上位的, 强撑着离开咖啡店, 我才感觉脚步轻浮, 浑身发软, 我浑浑噩噩地打车回家了, 一开门就看见婆婆坐在客厅磕着瓜子, 心情不错的模样, 西云, 你怎么了? 见我回来, 婆婆连忙放下手里的瓜子走到我面前, 扶住了我, 我摇了摇头, 实在没力气和婆婆多说什么就回了房, 也没注意到婆婆露出的笑脸, 宋俊中途打了不少电话, 我也没接, 实在是, 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是大声质疑, 还是变成一个婆妇和她大吵大闹, 或者是忍辱负重, 像小说写的那样报复渣男, 疯狂打脸让她后悔, 最后转身离开, 我脑子乱糟糟的, 甚至连宋俊什么时候回了家, 我都不知道, 一睁眼就撞入她担忧的眼神中, 怎么还在演戏, 她不累吗? 睡了太久, 连带嗓子都有些干涩, 宋俊, 你别再演了, 不累吗? 宋俊愣在原地, 没说话, 过了片刻, 她眼眶逐渐泛红, 她这模样, 是默认了吧? 我的心脏此刻, 像有一只大手狠狠揉搓着, 发痛发色, 谁知下一秒, 宋俊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 老婆, 我错了, 都怪我工作太忙, 没办法好好照顾你, 我刚想开口, 让她别再找理由, 她接下来的话, 却让我震惊, 你别和我离婚, 外面的野男人哪有我好, 我以后不再那么忙了, 实在不行, 我, 我转普通衣食行不行, 你别不要我, 我没了你真的不行的, 我愣了愣, 这是不是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妈都和我说了, 都是我的错, 我能原谅你, 只要你和外面的野男人断了, 我不想离婚, 呜呜呜, 什么野男人, 还婆婆说的, 可, 婆婆明明和我说是宋郡出轨呀, 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宋郡什么意思, 就算我出轨了, 也能原谅我, 事情太过震惊, 我连喊了声, 让宋郡别哭了, 他都没听见, 闭嘴, 我受不了直接吼了出来, 宋郡这才抽抽耶耶地停下, 我觉得, 我们可能有点误会,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 我将婆婆是什么话里话外, 暗示我他出轨, 以及承倩是如何找上门挑衅, 以及照片为证的事全盘拖出, 宋郡也告诉我, 那天夜里, 他回家, 婆婆将他喊进房的全部经过, 那天夜里, 宋郡刚回家, 婆婆就好像等了他很久一样, 一进房门, 就先阴阳怪气一番, 我就说了, 你和周西云不合适吧, 哪有一个女人天天忙工作, 结婚三年, 肚子也没个动静, 原来是外面有人了, 好在是被我发现了, 不然他还想让我儿子 头顶戴多少顶绿帽子, 你赶紧和他离婚, 找个能生的, 他天天不着家, 你怎么知道, 他在外面玩得多花, 紧接着宋郡就高呼, 不可能, 也是我那天迷迷糊糊听见的, 宋郡当场就不信, 可婆婆还掏出了我和男人在街头接吻的照片, 实际上只是错位图, 那天刚好我谈完一个项目, 和项目负责人分开, 没想到居然被拍了下来, 这也以至于宋郡接下来的几天都对我寸步不离, 原来是以为我被外面的野男人迷惑了双眼, 虽然宋郡是我老公, 可我还是要称赞一句, 王宝串来了都得称你一生祖师爷, 也就是说, 婆婆在我们两头, 互相说我们出轨, 怂恿我们离婚, 为什么, 就因为我三年不生, 可这是我和宋郡一开始就商量好的, 晚几年再要, 当初也是请求过婆婆同意的, 对了, 成倩是谁, 宋郡冷不丁地问了一嘴, 我有几分沉默, 你那个远房表妹, 突然想到了什么, 我和宋郡对视一眼, 表妹是婆婆介绍的, 妈, 为什么要这么做, 婆婆平常对我很好, 很上心, 连我亲妈来了都得靠后, 回娘家时, 我妈还打去说她这个亲妈比不上我的婆婆, 还夸我上辈子修了好福气, 宋郡一下子起身, 我要找妈问清楚,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甚至没机会开口栏, 宋郡砰砰砰地就摔门出去, 在客厅大喊, 妈, 妈, 你出来, 生怕宋郡一时冲动,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我连忙跟了出去, 就见婆婆不急不慢, 脸上的笑容都还没来得及收敛, 儿子, 怎么了, 婆婆从她的卧室出来, 见我和宋郡之间气氛不对, 嘴角都难以压制地扬起, 又压下, 一副担心的模样, 你是不是和西云吵架了, 妈平常就和你说了, 你是个男人, 应该大度, 妈, 你别装了, 宋郡打断了婆婆, 她咬着后槽牙, 眼角腥红, 我们都知道了, 你为什么要挑拨我和西云的感情, 骗她说我出轨, 在我这里又说她出轨, 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夫妻感情, 妈, 给我一个答案, 宋郡情绪由激动转低落, 向被人背叛后, 愤怒后的不可置信和失落, 尤其是这个人, 还是自己的妈妈, 婆婆愣了愣, 似乎不敢相信, 我和宋郡识破了她的计谋, 当下摔坐在地上, 一边嚎啕大哭, 一边捶腿, 你以为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谁, 还不是为了你个没良心的, 你和这个女人结婚三年, 我天天看她脸色生活, 任劳任怨地照顾你们, 我图什么, 不就是想图抱个孙子吗, 周夕云你就是个自私的女人, 谁家媳妇嫁进来, 不是辞职在家孝顺公婆, 生儿育女, 结果你天天在外面抛头露面, 你们知道我出门, 别人都怎么笑我的吗, 婆婆越哭越起劲, 甚至还起身冲到我面前, 被宋郡挡了下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你就是想绝了我周家的后, 我看着眼前我婆婆感到陌生, 明明前一天她还笑呵呵地拉着我的手, 告诉我别委屈自己, 原来婆婆对我的好都是装出来的, 她早就厌恶我, 以后这个家, 有你没我, 宋郡, 你要是还把我当妈, 你就和她离婚, 然后和成倩结婚, 我托人打听过了, 她好生养, 以后我有了孙子, 你们还想在一起我也不管了, 婆婆已经疯魔, 满嘴地传宗接代, 我们也是才知道, 原来婆婆对我们没有要孩子这件事, 这么执迷, 妈, 我张了张嘴, 被婆婆打断, 你别叫我妈, 像你这种抛头露面的女人, 谁知道你赚的钱干不干净, 是不是陪男人赚来的, 我儿子这么优秀, 闭着眼都能找到比你好的, 娶了你, 真是我们家倒了八辈子霉, 我愣了愣, 胸腔充斥着怒火, 妈, 我爱宋郡, 所以我喊你一声妈, 可要是长辈不正, 我也不是非得尊敬你, 你的行为不仅伤了我, 也伤了你的好儿子, 你自以为是替他找个好生养的女人, 你在意过他的想法吗? 婆婆朝我咆哮, 嗓音尖利, 眼神中的厌恶不再掩饰, 我之前就是太顾忌他的想法, 才让他娶了你, 你个扫把星,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找算命的算了你的八字, 你命中注定无子, 客夫, 你这种人, 要是在古代, 就是犯了七出, 要被禁猪笼的, 行了, 妈, 你住嘴吧, 宋郡打断了婆婆说的话, 直接牵起了我的手, 我不会相信什么客夫, 客子, 暂时不要孩子是我们一致的决定, 就算西云生不了, 一辈子不想生, 我也永远只有这一个妻子, 而且, 我们家也没有皇位要继承, 这是二十一世纪, 不是古代, 妈, 我看你自己冷静冷静吧, 我和西云就不在你面前打扰你了,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 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说完, 宋郡不顾婆婆的阻拦, 拉着我回房间, 简单收拾了日用品头也不回, 就从家里离开, 婆婆在身后大喊大叫, 宋郡也不回头, 只有我知道他此刻内心难受极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随意找了个酒店住下, 刷完房卡一进门, 宋郡就将我紧紧抱住, 也没说话, 我也沉默着, 抬头安抚着他的脑袋, 只听他闷闷道, 老婆, 对不起, 我让你受委屈了, 你打我吧, 骂我也好, 你把气都撒在我身上, 你别憋着, 说实话, 从家里出来时, 我真的很愤怒, 我是真心对婆婆好, 也是真心把她当成我的亲妈来对待, 可婆婆怎么说, 还拿出封建迷信那一套, 说我客夫, 命中无子, 觉得我是扫把星, 要让他们宋家绝后, 可看着宋郡义无反顾带我走出来后, 我气也消了很多, 这个男人无条件地维护我, 我还有什么好委屈的, 他也是受害者, 宋郡再三和我保证, 他绝对不会和他妈妥协, 他会坚定地站在我身边, 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婆婆不喜欢我, 大不了就别再见了, 只是我没想到, 婆婆竟然闹到了我娘家, 我妈打电话过来的时候, 我刚上班, 等我请好嫁赶到我家时, 就看见周围围满了邻居, 婆婆坐在门口, 手里拿着一瓶看似农药的瓶子, 你们一家人是要逼死我呀, 大家平平礼, 他家女儿嫁到我家三年, 肚子里一个响都没有, 难道不是不能生想绝我老宋家的后吗? 我逼他们离婚有什么错, 今天周西云要是不和我儿子离婚, 我就一瓶农药下去, 撕在他们家门口, 周围邻居都是看着我长大的, 对我也是呵护有加, 都是在劝婆婆有话好好说, 我挤进人群, 我爸妈脸色铁青, 站在婆婆面前一言不发, 看我妈的样子显然是被气急了, 我一把夺过婆婆手里的瓶子, 把里面的液体倒在了地上, 流出来的都是水, 我才放心, 看来婆婆也没打算真死, 我还以为这老太婆玩真的呢, 没想到是装了矿泉水骗人啊, 就是,就是, 西云可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 她这么优秀, 别说当初了, 就是现在都多少男人排着队想追她, 能看上你儿子, 那是你儿子的福气, 身后不知道谁突然嘲讽了句, 婆婆脸顿时红了, 娃娃大叫直拍地, 天啊, 你们这群人真的要逼死我呀, 都是黑心肝的家伙呀, 欺负我一个寡妇, 欺负我没有男人,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呀, 我妈忍不住呛了几句, 我也才知道, 原来宋俊之前就单独来过我家, 主动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甚至和我爸妈保证绝对向着我, 亲家母, 你别太过分, 你已经在我家闹了很久了, 我也不怕邻居看笑话, 你家要是真想离婚, 我们家也不上感贴着, 可现在是你儿子死气白赖着, 我家女儿, 不肯离婚, 你一个人身子半埋黄土的人闹什么, 婆婆这时知道劝不了自己儿子, 只能来逼我爸妈了, 婆婆, 你还是回去吧, 宋俊现在怎么说, 也是个大医生, 你这样一闹, 要是被人拍到网上, 再被人添油加醋, 你儿子的事业还要不要了, 宋俊被开除我无所谓, 大不了就我养他, 可你要想清楚, 反正你也对我不喜欢了, 我也没有赡养你的义务, 你到时候可就得回农村老家了, 自从婆婆和我撕破脸, 我也没必要对他有什么耐心了, 你要是继续闹, 那我就只能报警了, 婆婆见我态度不似作假, 也确实没人搭理他, 自己闹了半天, 也没劲, 他拍了拍裤腿起身就走, 我和宋俊说了这件事, 他也很生气, 我觉得你妈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就放弃, 肯定还有别的招, 宋俊也表示同意, 而且我感觉, 那个成倩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找我挑衅一番, 肯定还有后招, 我找了个专业调查这件事的工作室, 把成倩的信息发了过去, 请他们调查, 怕婆婆继续闹, 宋俊和我直接住进了我家, 也就相当于, 我们准备好和婆婆打持久战, 这些日子, 婆婆不断发消息给宋俊, 打电话, 宋俊都不回应, 要回应也只是一句, 我老婆在哪, 我就在哪, 我们的举动却激怒了婆婆, 她为了比宋俊离婚, 直接闹到了医院, 这次还带着成倩, 我赶到的时候, 婆婆拉着成倩在医院大厅哭诉, 甚至大骂宋俊是个畜生, 把人家女孩肚子搞大了, 就不负责, 这次, 围观群众不明事理, 还为婆婆撑腰, 这种男人就不配当医院, 必须开除, 说到开除, 婆婆有些慌, 我儿子都是被那个狐狸精蒙蔽了双眼, 只要她愿意离开那个狐狸精, 负起该父的责任, 她还是我的好儿子, 还是好医生, 成倩在一旁哭得梨花带雨, 眼睛红红的, 一言不发, 宋俊还在赶一台手术, 医院无奈, 只能打电话给我, 婆婆, 你又在医院闹什么, 我不能容忍婆婆就这样 把脏水泼到宋俊身上, 她是个好医生, 好老公, 也是个好儿子, 婆婆把报告单甩在我脸上, 你还有脸来, 也行, 你好好看看, 成倩已经怀孕了, 是我儿子的种, 你要是还有点良心, 赶紧和我儿子分开, 我下意识就接过报告单, 一看, 还真怀孕了,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孩子是宋俊的, 我看向成倩, 眼神带着几分灵力, 就在几分钟前, 我拜托工作室, 做的背调已经发到我手机上, 她是个灌三, 没少破坏别人的家庭, 可惜她也没攀上什么好男人, 能看上她的都是年纪大的, 人家也不好, 真为了一个小三离婚, 次数多了, 成倩的名声也臭了, 这才来的凝视, 她也确实能算得上是婆婆娘家那里的亲戚, 不过早都出五福了, 平常也没联系, 不知道通过谁搭上了线, 还特地买通了算命的, 说她自己旺负好生养, 这才让婆婆动了歪心思, 婆婆见我怀疑成倩肚子里的种不是宋俊的, 暴怒, 你什么意思, 自己下不出蛋, 就见不得别人好, 我告诉你, 这个种就是我儿子的, 那天我在场, 接下来, 婆婆唾沫飞扬了半小时, 我也才清楚事情的原委, 原是一个月前我出差, 婆婆直接在宋俊喝的水里下的安眠药, 然后再偷偷让成倩来家里, 人家就一次就怀上了, 你呢, 婆婆将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 很是鄙夷, 仿佛我三年没生娃, 就是多大的错事一般, 不过, 我算是知道成倩的照片是哪来的了, 原来也是那晚上偷拍的, 大家也听见了, 第一次见婆婆设计儿子出轨, 还带着小三上门挑衅, 不仅想挑拨我们夫妻的感情, 还想毁了自己儿子事业, 试问, 要是你们有这种婆婆, 你们该怎么办? 我转身, 问着我身边的人, 周围不少看热闹的, 都是已经结婚的女人, 女人之间尤其是婆媳关系, 最容易感同身受, 当即就开始对婆婆指指点点, 也就是在这时, 宋俊终于来了, 他才做完手术, 甚至连手术服都没来得及换, 妈, 你能不能别闹了? 他很是疲惫, 最近都憔悴了不少, 可这件事始终都得到解决, 我把运检报告递给他看, 又重复了一遍婆婆刚刚说的, 宋俊脸色铁青, 报告被钻成一团, 婆婆不可思议手指了指自己, 我闹, 我就是想报个孩子有错吗? 你也是医生, 我不信你能狠下心放弃一个生命, 可惜, 婆婆算错了, 宋俊一脸失望, 妈, 那个孩子不可能是我的, 之前我做了劫渣, 上个月刚做完腹通, 我的身体根本不可能让成倩怀孕, 我和这个女人什么都没有, 还有, 你一个女人, 要不要脸, 知道我有老婆, 不仅知三当三, 还想让我当你孩子的野爹, 你是九年义务的漏网之鱼吧, 还怂恿我妈挑拨我夫妻的感情, 你以为你是谁呀, 就你这样的, 胸无大脑, 别说脱光了衣服, 我看不上, 就算你给我下药, 我都情愿挥刀自攻, 也不可能碰你一下, 成倩被宋俊骂得面红耳赤, 说不出话来, 怕婆婆不信, 宋俊还翻出了手术单, 成倩这下慌了, 原本她安心在后头卖卖惨, 装装可怜, 婆婆自然会为她冲锋陷阵, 可这下, 她才慌了, 成倩扯着婆婆的衣角, 替自己辩解, 阿姨, 你要相信我, 我怀的真的是送哥哥的孩子, 她肯定是不想负责, 临时找的理由, 婆婆动摇了, 她可是为了成倩肚子里的孩子, 都和自己儿子撕破脸, 现在却告诉她, 肚子里可能不是她的亲孙子, 成倩还在辩解, 可我也不会再给她反驳的机会, 我当场拿出了手机, 把做的被调信息给婆婆看, 不仅之前是灌三, 成倩在和婆婆谋话的时候, 也同时交往了其他男人, 结果那个男人跑了, 这才赖到宋俊的头上, 可她怎么也想不到, 宋俊一个大男人, 居然去做了劫渣, 就这么一个灌三, 妈, 你觉得她说的话能信, 你个小贱人, 居然敢骗我, 婆婆转身就给了成倩一巴掌, 边骂边撕扯她的头发, 你还我孙子, 我和宋俊急忙上前拉开, 可也晚了, 婆婆力气太大, 直接一巴掌, 就给成倩扇到地上, 大腿处鲜血直流, 医护人员连忙将人送到手术室, 不过还是流产了, 而且医生说, 孩子已经三个月大了, 那就更不可能是宋俊的重了, 婆婆大受刺激, 在手术室前直接晕了过去, 等她再醒来, 居然疯了, 医生说刺激太大, 不愿意接受现实, 婆婆整日抱着枕头不肯撒手, 非说那是她的孙子, 在家婆婆得不到很好的照顾, 我们只能找了专门的疗养机构, 将婆婆送进去治疗, 至于成倩, 她见事情败露, 想借着流产的孩子勒索我们一笔, 她没想到的是, 我和宋俊直接选择了报警, 这一报警不得了, 查出她以同样的手段骗了不少人, 我和宋俊直接联系上之前被成倩诈骗过的人, 联手起诉, 这件事轰动很大, 甚至还上了热搜, 好在宋俊行的正做的职, 医院没有追究她的责任, 至于宋俊结扎这件事, 我还真不知道, 后来我逼问她什么时候做的, 她才老实交代, 当时我和你求婚, 你说你不会那么早要孩子, 第二天我就跑去劫渣了, 老婆, 对不起, 我不该瞒着你, 我问她为什么又附通了, 宋俊支支吾吾又不好意思, 我, 听见你说梦话, 想要一个孩子了, 所以我就, 我轻笑, 真是个傻子, 一个月后, 我真怀孕了, 我看着燕运棒上的两条杠, 不可思议, 这是不是太强了, 一次就终, 我告诉宋俊我怀孕了, 他激动得手舞足蹈, 又不敢碰我, 老婆, 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难不难受啊, 整个孕期我都极为舒心, 因为孕吐的居然不是我, 而是宋俊, 我吃妈妈香, 宋俊则成了娇娇, 这也闻不得, 那也闻不得, 直到我生产那天, 听我妈说, 我在产房里生产, 宋俊在外面直接疼晕了过去, 最好笑的是, 我醒了他都还在隔壁病床躺着, 原来男人爱你, 爱到一定程度, 真的会替你承受所有的痛苦, 女儿满月的时候, 我和宋俊带着女儿去看了婆婆, 她还是疯疯癫癫, 整日里抱着个枕头摇晃说是自己的孙子, 妈,我带你儿媳妇和孙女来看你了, 宋俊红了眼, 婆婆对着窗外, 久久不语, 突然说了一句, 孙女好, 孙女也好, 修复心灵的漏洞, 安装爱的补丁,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